開始時事前 麻煩請按下訂閱 拜託啦 好的 今天主要是要來拍Global Foset 大志明 那大志明除了可以大志明之外還可以設定成小志明 而且還有Silence 而且這種標款它通常都會搭配三文 這樣就是因為可能大家不會一直等在那邊 等它想嘛 所以加個三文啟動它一下就好啦 如果等一下可以看到它的細節的做工的話 就會明白這支標有多厲害 好 我們來去看看拍照吧 OK 這支可以看到這款大志明所有的重點都在正面了 除了時間指示之外 還有兩組動力儲存指示 三分鐘左右有一個功能指示器 可以透過五點鐘位置的按鈕來選擇 它是要大志明 小志明 還是精英模式 敲錘 在十點鐘位置 七點鐘則有個招牌的傾斜陀飛輪 側面也有一個開口 可以讓人看得更清楚了 那它的志明結合三文 按壓與錶冠結合的按鈕就可以啟動三文了 另外 大志明是時間到暴食暴客 那小志明是只暴食喔 透明底蓋 可以看見這支自動盤 那因為這一次的腕錶 兩組動力機制嘛 一組手上鏈可以提供走時 另外一組是自動上鏈 這是提供敲擊機制使用的 所以錶背可以看見自動盤 這也是Score for Set 很少見的設計啦 這樣的話 可以隨時補充敲擊的能量 才不會該敲的時候不敲 有這樣的設計不難理解 這一款腕錶 還是希望能夠讓人實際佩戴使用的吧 不過這款腕錶 目前價格大約是4200萬台幣啦 真的會有人敢放心的帶著它走在路上嗎? 但還是會有吧 我想 而如果仔細觀察 國波For Set的錶款 在各個細節 其實都展現出了極高的藝術水準 對我來說 它比較像是以腕錶為載體的某種藝術品吧 但我就先不說它的打磨 做工 還有機械結構 不過 這次主要還是聽聽他們的聲響 它的敲擊聲響不像大多偏好的清脆悠揚 反而更成熟穩定 而敲擊速度 英與英之間的間隔也都恰到好處 聽起來更為舒服 我也比較偏好這種的啦 之前有人說 這叫做教堂英皇 之所以感覺穩重 是因為所用的英皇比一般更長的緣故 我們不妨就再聽一次囉 嗯 對了 順便說明一下 敲擊發聲是像非常複雜的機制 除了機械結構外 英皇也是很重要的喔 而瑞士會製造英皇的 其實也只有兩三個人吧 現在不知道是否多了一點 為了保存 同時也發揚這種工藝 國伯佛塞也提供他們空間 器材等需要的資源 希望他們能夠持續發展 無後顧之用 這也看出品牌對於指標這門傳統技術的重視 有機會看看他們的錶 則是重視也都如實呈現在萬錶上喔 OK 好啦 拍完啦 其實像 我覺得像今天能夠拍到GF的錶款 我覺得算是蠻幸運的啦 因為其實像他們這樣的品牌 它的錶非常的少 那它跟那種就是大家都在搶那種大量生產 大家都在搶 然後缺貨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產量非常少 然後它製作速度非常的慢 所以通常貨一出馬上就是他們的買主就會 收走了 因為它價格非常的高啊 動作就是破千 像今天的幾款也都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能夠卡在還沒有買家帶走之前 就能夠拍 我覺得算是非常幸運的啦 就這樣 好 我拍完我又吃便當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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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